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 你好呀 我是孟一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想和大家汇报一下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过 我们早咖啡和数码保护收纳品牌Tom Talk 做了一款联名包包 Tom Talk对每个包包的设计都很用心 比如说他们每款包都会有让你惊喜 又非常实用的小口袋 这次Tom Talk也为早咖啡的听友 带来了8.8折的专属优惠 现在下单我们还会抽取一位幸运听友 享受免单福利 优惠券和详细信息 可以在本期节目的单击简介 也就是show news当中看到 好了 节目前的小小分享就到这里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各位早上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1号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耐克去年销售疲软的原因有哪些 马斯克的SpaceX将在什么新领域和NASA进行合作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清解读时间里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户外服装品牌十足鸟 不久之前十足鸟的母公司亚马芬集团发布了财报 今年的前三个月里 以十足鸟为主的技术服饰部门 它们的营收达到了5.1亿美元 同比增长超过了四成 亚马芬的首席财务官表示 在十足鸟的带领之下 它们决定将技术服饰部门 全年营收的增速目标提高5% 然而十足鸟的发展之路 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顺利 红派新闻指出 十足鸟在1989年成立之后 曾经多次被出售 但是业绩一直没有明显的起色 十足鸟的主要产品冲锋衣 也一直被国内的消费者称为退休大爷的标配 一度处于审美鄙视链的底端 直到2019年安踏收购了亚马芬 对旗下品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十足鸟在中国的业绩才回到了增长的快车道上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十足鸟品牌的最大市场 那么安踏究竟是如何爆改十足鸟 让它在国内翻红的 今天我们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苹果Vision Pro国内开卖 6月28号 苹果首款混合现实头衔Vision Pro在国内正式发售 起售价是29999元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深圳 广州 上海 多家苹果店的Vision Pro货源充足 但是试用预约已经排到了7月初 苹果在店内设置了Vision Pro的体验机 在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店 一个半小时内 至少四名用户购买了Vision Pro 不过目前公司或者是开发者购买的比较多 个人用户大多都会体验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目前Vision Pro适配的国内应用 有京东 QQ音乐和丁丁会议 但是游戏类的应用还比较少 有业内人士认为Vision Pro除了娱乐和办公 还可以用在游戏开发 生物医疗 汽车展示等等领域 不过也有分析师担心 新鲜感过后用户可能会弃用 耐克财报不及预期股价大跌20% 6月28号耐克公布了他们最新的财报 去年一整年的时间里 耐克的销售额增长了1% 这也是过去十多年来 除了疫情期间 耐克业绩增长最慢的一年 除了去年业绩不及预期 耐克预计下一个财年的收入还会下降 下一个季度甚至可能会降低10% 尽管大中华区是唯一一个销售额超出预期的市场 但耐克的首席财务官表示 未来中国的收入可能也会下降 如果没有618购物节的带动作用 耐克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可能也会低于内部预期 CNBC的分析认为 耐克现在生活方式产品的份额比较高 促销活动多 而像L4S1等等经典系列销售在减少 同时昂跑和Holka等等新兴品牌 凭借着设计吸引了消费者 另外CNN的报道显示 耐克在过去几年加强了自己渠道的建设 比如官网和直营门店 耐克通过自己的网站和实体店销售商品的利润 是经销商的两倍 但是这一举措对于耐克的销售造成了伤害 有分析师认为 耐克低估了第三方零售商的重要性 同时促进了这些零售商和其他运动品牌进行合作 OpenAI与时代杂志达成内容授权协议 6月28号 OpenAI与时代杂志宣布达成了一项多年内容授权协议 OpenAI可以访问时代杂志过往100多年的文章 用这些内容来增强自己的AI模型 OpenAI还能在XGBT的回答中 展示时代杂志文章的内容 时代杂志则表示 与AI公司合作 可以把他们准确的信息传递到全球的受众 去年时代杂志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取消了付费墙 让读者可以免费阅读网站上的内容 这是OpenAI最近与媒体达成的又一次合作 截止到目前 OpenAI已经和大西洋月刊 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 还有美联社 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不过纽约时报 起诉OpenAI的侵权诉讼 还在进行中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由于证据不足 欧盟不再关注OpenAI与微软的合作关系 但是可能会对OpenAI和微软进行反垄断调查 SpaceX估值创记录 根据彭博社6月28号的报道 SpaceX最新的估值接近2100亿美元 创下了美国未上市公司估值的新记录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 SpaceX的估值还是要比字节跳动更低 另外SpaceX最近还获得了 NASA价值8.43亿美元的一份合同 SpaceX将会建设一个飞行器 在2030年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后 SpaceX的飞行器会帮助国际空间站脱离轨道 返回地球 并且在大气层中解体 同时不会给地面上的人造成危险 同时NASA还表示 这艘飞行器与SpaceX现有的龙飞船并不相同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马上和你一块来关注一下 安踏究竟是如何爆改十足鸟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 1989年 十足鸟在加拿大成立 它们当时主要销售的都是和户外攀岩相关的产品 2002年 阿迪达斯收购了十足鸟 将它和另外一个户外品牌Solomon 放在了同一个部门里 三年之后 亚马芬向阿迪买下了十足鸟所在的整个部门 在这段时间里 十足鸟的发展仍然停滞不前 往往只有从事户外运动的专业人士 才知道这个当时的小众品牌 国内的消费者要买到一件十足鸟 除了几家户外用品集合店之外 基本还是要通过海淘或者是代购的形式 直到2019年 安踏以52亿美元收购亚马芬集团的时候 当时还有不少的投资者认为 亚马芬的增速太低 而且长期亏损 不匹配这么高的估值 不过安踏接手之后 十足鸟的单品牌收入 迅速从2020年的5亿多美元 增长到了去年的15亿美元 成为了拉动亚马芬业绩增长的最大工程 而且和亚马芬旗下其他品牌的市场 集中在欧美不同 十足鸟有超过四成的营收 都是由国内市场贡献的 这个曾经被中国消费者吐槽 又土又丑的户外品牌 一下子就变成了中产三宝之一 基础款是一箭难求 原价8000元的限定款 更是一度被二手平台炒到了13000多 那安踏究竟对十足鸟做了哪些改革 才让它在国内的业绩焕发生机 一路高歌猛进呢 步骤之一 高层换血 在收购亚马芬集团之后 安踏重新规划了亚马芬的品牌矩阵 在剥离了几个体量太小的品牌之后 亚马芬的业务被划分为 技术服饰 山地户外 球类及拍类运动三大板块 十足鸟就是技术服饰部门的核心品牌 澎湃新闻指出 安踏从收购开始 就对亚马芬和自己的主品牌 做了严格的区分 希望保持亚马芬的国际属性 这也体现在亚马芬全球化的管理层上 亚马芬的招股书显示 目前公司的高级领导层中 有三分之一 都是过去两年新招聘的人才 比如十足鸟的新任CEO 就曾经担任过Lululemon的首席运营官 和首席财务官 他在孵化女性品牌上的丰富经验 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十足鸟 融入户外运动之外的更多生活场景 另外36克指出 虽然收购的协议条款写明 亚马芬将继续作为独立实体 人员或管理层不会发生变化 但是为了能够迅速提升亚马芬的业绩表现 安踏决定从最熟悉的战场下手 先对中国市场进行单点突破 所以亚马芬的原来的CEO 被安踏品牌的高管郑杰所取代 而郑杰在2008年加入安踏之前 曾经从一名管培生 做到了阿迪达斯大中华区的副总裁 另外安踏还抽掉了一大批熟悉 国内市场的管理层加入了亚马芬 比如说在安踏刚刚收购亚马芬的时候 就任命了成功打造安踏 耀风篮球赛事IP的徐扬 作为十足鸟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去年这个位置 又由在耐克大中华区工作多年的摇建接任 界面新闻认为 安踏对十足鸟等等品牌的人才投入大 但是从后来的业绩来看 成效也很乐观 比如徐扬在三年之内 就把十足鸟在国内的门店店均年收入 从原来的200万做到了1亿元 步骤之二 优化穴道 在被安踏收购之前 十足鸟在国内的销售 是由一家名字叫做飞蛙的户外用品贸易公司 作为总代理商 他们会分包给多家经销商来完成 36克的报道指出 过去的十足鸟在国内的代理体系 主要分为户外店 商城店以及三夫体育 虽然这种多层级的经销体系 让它迅速扩张 但是各个经销商的价格并不统一 也给消费者留下了比较混乱的品牌形象 安踏在接盘十足鸟之后 就开始围绕着提升十足鸟的品牌调性 开始淘汰经销商 加强直营模式 2020年很多经销商由于疫情 面临着现金流紧张的问题 安踏就通过允许经销商 拿旧货抵现金换购新货的方式 来换取所有澳来店铺和线上店铺的经营权 全力收拢之后 就不会再出现经销商 为了销售而压价的情况 也让十足鸟在中国能够越卖越贵 比如说他们其中的一款冲锋衣 在国内的标价是7000元 而在加拿大的售价折合成人民币却不到4500块 十足鸟还认为 它们不仅要控制门店的数量 更要提高单店的产值 于是一些销售额比较低的十足鸟门店也因此关闭 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旗舰店的打磨中 今年1月 十足鸟在上海开设全球旗舰店 总面积大约是2400平米 预计年营业额将会超过2000万美元 招股数也显示 到去年9月 十足鸟在国内的直营门店数量达到了63家 其中有30家 都是在2019年被安踏收购之后才开出的 现在所有的十足鸟门店的形象和展示 都是由品牌统一配置 各个店铺的会员 货物等等数据也被打通 这也让门店的盈利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36克指出 十足鸟国内门店每平方米的年销售额 能够达到10万元左右 评效是北美门店的两倍还要多 步骤之三 品牌运营 为了让十足鸟的形象和价格相匹配 成为运动奢侈品的代名词 十足鸟中国区的经理提出 相比旧门店 新门店要做到 bigger也就是更大的面积 better更好的形象 和lower也就是更低的楼层 十足鸟的门店选址 也摒弃了Denoss Face这个老邻居 他们开始参照奢侈品运营的方式 入住更高端的商圈和LV Cadia等等一众奢侈品牌当邻居 他们还将山地课堂等等IP引入了国内 邀请专业户外人士在十足鸟门店和品牌会员进行交流 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另外2020年的LV秋冬大秀赏 当时的创意总监身穿一件蓝色的十足鸟冲锋衣 也让十足鸟一下子走进了时尚圈 在这之后 Drake Travis Scott Bella Hadid等等一众欧美明星潮人 也接连把十足鸟穿上身 在小红书等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又掀起了十足鸟风潮 另外十足鸟还和日本潮流品牌Beams 英国滑板品牌Palace推出联名系列 在户外属性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潮流色彩 十足鸟也因此在国内 培育出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招股书显示2018年 十足鸟在国内还只有一万多名会员 而到去年9月 他们的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70万 虽然十足鸟在中国频频掀起抢购热潮 但是在海外却并没有掀起明显的波澜 去年大中华区几乎贡献了十足鸟 接近半数的收入 今年的前三个月 除了亚太地区 亚马芬在其他市场也表现疲软 欧美市场的门店里 十足鸟不仅比国内的同款价格更低 在开学季 圣诞季 还有黑五购物节等等时段 还能够买到折上折的十足鸟 那为什么十足鸟的运动奢侈风 没能刮出中国呢 首先海外市场的户外品牌众多 界面新闻指出 和国内户外品牌稀缺的情况不同 欧美市场的户外品牌选择多样 北美最大的运动装备零售商REI 更是手握1000多个户外品牌的经销权 更多的选择也让消费者们 可以花费更低的价格 买到同样品质和功能的户外用品 在这个前提之下 十足鸟未必就会成为 当地消费者的首选了 其次 海外户外集合店的话语权更大 在美国REI 一共有187家线下门店 遍布43个州 这也让集合店本身 通常比品牌的知名度更大 十足鸟的海外零售副总裁也表示 虽然他们也打算在海外发力直营建设 但是目前的销售大部分 仍然来自批发渠道 这也就让十足鸟很难像在国内那样 完全踢开第三方代理商 通过直营的方式售卖 而除了渠道 十足鸟在国外的价格管控力度上 也比不上国内 比如说在REI的网站 或者是实体店里 依然可以买到各种打折的十足鸟 这也体现了十足鸟在海内外的调性差异 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弥合 那聊到十足鸟的话题 也想来问问你 你是十足鸟的消费者吗 你还有哪些自己喜欢的户外品牌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实习生 李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